美國巴爾地摩凱伊橋遭到新加坡貨輪 達利號迎頭猛撞 應聲斷城四節 更多事故細節也開始一一水落石出 CN報道達利號失去動力時 當時以八節航速相當於時速 14.4公里的速度靠近橋樑 而在凌晨1.27時 這個關鍵的急轉彎 是會被專家分析救了許多人命 CN指出當時控制貨輪的兩名飲水人 迅速下令使船身轉彎 同時放下船矛盡可能減速 只是準備時間太短 雖然船上二十二名印度籍船員沒有受傷 但當時正在橋面上施工的落水工人 當局研判 恐怕已經罹難 當局也預計取回紀錄航行速度 水深以及引擎與推進器狀態 和通連紀錄的航海數據紀錄器 希望有助釐清案情 雖然拜登承諾全額資助橋樑重建 但華盛頓郵報分析整個修復工程 必須先清理水中殘骸 設計研發也需要時間 最重要的是必須克服跨越深水區的問題 預計整個重建將花上超過一年的時間 美國國內多間機構也將巴爾地摩撞橋事件 當作最新教材 培訓海事人員 新加坡海事及港務管理局27號也表示 達利號去年兩次通過海外檢驗 整體事故是否是因為人為疏失所導致 有待進一步釐清 在內新聞 先上報導 感谢观看